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平安 经上鼓励我们 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去不带着能力的 如果我们渴慕 我们也愿意遵行神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满得 从上面而来的能力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撒穆尔纪上 29章1到11节 菲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 聚到雅弗 以色列人在耶稣列的全旁安营 菲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 或摆或迁 挨刺前进 大魏和跟随他的人 捅着雅吉跟在后边 菲利士人的首领说 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 雅吉对他们说 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魏吗? 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 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 我未曾见他有过错 菲利士人的首领向雅吉发怒 对他说 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 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 恐怕他在阵上反围我们的敌人 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 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 从前 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赫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魏杀死万万 所说的不是这个大魏吗? 雅吉叫大魏来 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是正直人 你随我在军中出入 我看你甚好 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 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 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 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免得菲利士人的首领不欢喜你 大魏对雅吉说 我做了什么呢? 自从仆人到你面前 直到今日 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 使我不去攻击 主我王的仇敌呢? 雅吉说 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 如同神的使者一般 只是菲利士人的首领说 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 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 就是你本主的仆人 要明日早晨起来 等到天亮回去吧 于是大魏和跟随他的人 早晨起来 回往菲利士地区 菲利士人也上耶稣列去了 今天的主题是 在进退两难的危机中 神开了道路 在进退两难的危机中 神开了道路 我们想起主导文 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 在主导文快结束的时候 这样说 他说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求神怜悯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大魏今天所面对到的处境 就是试探跟凶恶 大魏因为扫罗的追杀 最后只能带着他 亚杜兰洞自己亲自栽培出来的子弟兵 逃往菲利士王亚吉那里 这一年多来 他在亚吉那里来躲避扫罗的追杀 但是他非常的困难 因为现在是在敌人的藏目之下 寻求保护 而他自己的富家扫罗王 竟然因为嫉妒不断的追杀他 所以他是战神 战时的屈身在这里 甚至我们看见 当扫罗要面对他人生最终的战役 菲利士人要极大的反扑 甚至已经透过先知预告 扫罗他的世代就此结束 他的全家也都必因为得罪神而灭亡 面对到这样的处境 对大卫来说是非常艰难的 当这场战争要开打的时候 亚吉王叫大卫要跟着他上战场 我们看见在第28章一开始 菲利士人聚集军旅 要与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 亚吉王就对大卫说 你当然知道 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仗 大卫在28章的第二节 说的这样一句话 大卫对亚吉说 仆人所能做的事 王必知道 没想到亚吉的解读是 大卫在这更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的时候 会全力以赴 为菲利士人来拼葬 因为对亚吉王来说 因为扫罗追杀大卫 他来投靠 心里一定非常愤恨扫罗 也要趁机上战场 能够杀他的仇人 也建立战功 其实大卫的心 心系他的整个富家和民族 他只是暂时躲避扫罗 甚至他都没有任何意识 要杀害这一位对他恩将仇报的扫罗王 反而处处要保护他 而亚吉就对大卫说 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 所以对大卫来说太艰难了 在这个情况下 他不能对自己的亲族 对他的富家动手 但是行事所逼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选择 所以他虽然对亚吉说 仆人所做的事 王必知道 但是王所知道的 跟他所能做的事 完全是两样情 大卫面对这样的处境 除了尴尬 两难 其实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能够去脱离现在的苦境 他只能呼求神 所以主导文说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大卫的困难处境 上帝都知道 这不是大卫自己所能解决的 而他呼求仰望神 神必施行拯救 我们完全没想到 竟然上帝是透过 在亚吉王周围一起出战的首领 来拦阻这事 所以使得大卫可以平安的脱困 脱困的时候 他甚至还很大声的说 是我要去 为什么不让我去呢 其实我相信大卫心里充满了感恩 感谢神 他不用上战场 去面对自己的富家 跟他的民族骨肉同胞 所以上帝拯救了他 而且使得他 很可以漂亮转身 华丽的下台 这是出于神的手 我们在真言21章第一节说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龙钩的水 随意流转 我们在各样的困境中间 有时候我们陷于两难 我们自己实在 用尽我们的智慧资源 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 何不学习大卫 来到神面前仰望神呢 特别我们不断地 使用主导文祷告 主导文在最后要结束前 就是加了这一句 求主让我们不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上帝一伸手 凡事都可能 而且会有最美好的结局 那我们也看见 大卫在菲利斯帝的时候 虽然是在敌军战时的 他屈膝 但是大卫的生命 真的非常荣美 我们看见今天的 二十九章第六节 说雅吉叫了大卫来 对他说 我指责永生耶和华启示 你是正直人 你随我在军中出入 我看你甚好 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 我未曾见过你有什么过失 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 第七节说 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免得菲利斯人的首领不欢喜你 上帝亲自救大卫脱身 可是大卫在雅吉王 这一年多互动相处的里面 雅吉王给他的评论 他实在是个完全人 原来是他们敌视的两国 但是因为大卫 不只他自己本身美好的见证 他带领了六百人 原来是窘迫的 是困顿的 是社会的边缘人 因为跟上帝在一起 他们的生命也被大卫感化 而神的灵就在其中工作 他们成为一个美好见证的团队 被外邦人看见都称许 所以大卫的生命是我们的好榜样 我相信他在团队中间 他总是带兵先带心 他以身作则 他用榜样来树立典范 以致他的团队成为荣美 成为世人的见证 我们一起向神回应祷告 主谢谢你 主啊在危难之中 你已经应许我们 你乐意保守我们 不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主求你的灵 你的手藏在我们身上 保护我们脱离各样的险境 我们的心就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 也从大卫的和他的团队上面看见 我们的生命就是见证 而且可以影响和祝福到 我们这个世代周围 我们能够影响到的人 求主的灵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工作 让我们如同大卫般 能够可以在各样的处境中 显出神同在的荣美 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